第十六屆台北電影獎入圍名單 日前公布 從劇情長片 短片 動畫片 還有紀錄片等四大類別當中 一共選出四十部影片 要一同繳筑百萬首獎 台北電影節主席張愛嘉 也親自出席 頒發證書並且鼓勵入圍的導演 那我記得前幾年 我們看到都是很多的 新導演的第一部 可是從今天的名單我也看到 其實我們電影 一直在紀錄手當中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這個名單 其中劇情長片入圍 最受瞩目的 包括蔡明亮導演指導 獲得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的郊遊 還有去年暑假熱賣三億 由陳玉勳導演指導了棕破篩 以及馬志祥的處女座Cano 造訪同樣賣破三億台幣 不僅強勢入圍競爭百萬首獎 也是Cano首個入圍的獎項 我是以一個菜鳥的心態 因為我以前都拍電視 那我是用菜鳥的心情 是來這邊跟前輩跟現金觀摩 比較有自在參加的感覺 然後一切都很新鮮 對手 每一部都是對手 就是看起來每一部其實都很強 我沒有打算說會得獎 我們領到證書就很好了 競爭激烈的台北電影獎 頒獎典禮即將在7月19號舉辦 究竟獎落誰家 就請記得鎖定三立都會台的 賴夫直播 來了